第四场赛事第三集,全体准备 扎门打开,出扎的还算整齐 现在在前面的牵抢出来的马匹呢 就是外侧的挥马国王六一 在更外栏的位置,智慧神鸡是咬住他不放的 在他旁边的内侧则有永结童心 在更后面的位置,在内侧的是圣托罗佩 旁边有轮式机甲 更外栏的位置则有令人着迷 今天抢不到前面去 在他身后的挥马就是精神宝宝了 包围的马匹是轮左,但是也没有落后太远 现在在前面领放的马匹就是国王六一了 后面两匹马,紧追不放的 包括了智慧神鸡在外侧 内侧的位置是永结童心 在后面就有令人着迷赶上来 在他身后,内侧的位置是圣托罗佩 外侧是轮式机甲 后面内侧的则有精神宝宝 外侧的位置是轮左 现在在800座48.75秒 这个步速是偏快的 在前面一匹马领放 就是国王六一 过伟乐的坐骑 在后面就有智慧神鸡 在后面就有永结童心在内侧开始分枪打鞭了 旁边就有圣托罗佩 还有令人着迷 现在感觉国王六一有走脱的趋势 国王六一在前面下边的马匹是拼命加速的 后面三匹马拼命去追 但是这个差距越拉越大 在前面国王六一已经撒开四体 简直是一领到底的 非常轻松的一场赛事 第二名就有永结童心 然后第三名的位置就是圣托罗佩 在后面上来的精神宝宝 跟着令人着迷 这个智慧神鸡就跟不上步速了 在后面就有轮左 以及轮式机甲 最后跌成大热门 顾伟乐今天的第二场投马 应该说是顾伟乐跟摩西 两位的搭配 今天而且还是 两场投马都是同样的跑法 就是放到完的 两场的草地赛事 都是放到完 一场是千四 一场是千六 哇这种一放到完 就根本追都追不到了 结果永结童心 争一个完全没有威胁的第二名 然后就是 对 对